市集現場熱鬧滾滾 攤販審議都不錯 但是後攤販要請款 卻發現一再被拖延 請主重的對話 本來說好7月30號會款 卻拖到8月13日沒下文 還說要給其他廠次先用 直到8月15號才陸續收到錢 不過爭議持續延燒 有被積欠攤主網路持續發文 請把該支付的款項支付出來 你知道你害多少人的夢想 跟金流卡住 因此任賠殺出的嗎 對於我們每個攤商而言 這也都是一個不小的金額 然後被你拿去這樣做挪用 我們也是覺得很奇妙 這個高雄起家的市集業者 攤攬過非常多大型活動 許多縣市都有合作 算攤車市集的龍頭 現在被爆出拖欠款項 來到高雄的公司員工表示 必須由老闆說明 會有負責人在做說明 所以老闆今天會進公司嗎 不確定 不幸負責人手機未接 而從攤車市集起家過去也有過 攤販訂購攤車 最後被放鳥交不出來 遭申請強制執行的狀況 現在又因為錢請不到 攤販群起討論 這些血汗錢被卡住 讓住小生意的店家怎麼受得了 三次元時事頂鼓不先高雄報導 我們現在公司是台灣現在最大 就是做戶外市集跟那個音樂節的那個品牌 創立公司市集活動業者洪建哲 侃侃而談 不只在高雄就是我們在各個城市 我們其實打造了很多各個不同的 這個主題活動的類型出來 大家可以看當時空拍畫面 就是這是活動剛開始半個小時的時候 現場就有一堆人了 螢幕上秀出來的活動 是業者引以為豪的台南場次 短短半小時就讓現場爆滿 甚至交流到都癱瘓 爆出了攤商欠款的市集成嵐活動 遍及各地 屏東的南國生活節 標榜有山有海有自由 而在嘉義 跟著全台料理職人探索蘇石 2024年的4月結合北中南的 80間餐飲業活動 也是由洪建哲的公司取得標案主辦 市集創辦人洪建哲 1989年出生 透過他的介紹 原本2014年只是想要開咖啡廳 創業之後 因為遇到了瓶頸一路走來 到了2020年才轉型辦活動 而主打活動規劃三輪餐車市集 從台中嘉義市 台南到高雄屏東 承攬多場活動 其實我們都是希望 可以讓這個產業 跟讓別人先變好的同事 其實你就可以變得更好 市集業者從高雄起家 規模是越做越大 事業版圖往北擴張 但是活動舉辦之後 跟攤辦之間 欠款紛爭一再出現 公司的形象也受到影響 三天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下載到